各位来宾 那我们就准备准时开始今天的活动 很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 抽时间来支持我们的活动 非常感谢 我是张文杰 是这个澳大利亚养生协会的会长 这是我们第一次组织的活动 那我们这个养生协会的这个宗旨呢 就是想以这个中医养生理论为指导思想 结合各类型的那种健身运动 然后什么饮食啊 或者加上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平衡能量的活动 然后呢就是让大家对养生和这个重视或者实践 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两位这个主讲嘉宾 一位呢是郭富林博士 他是中国的第一个临床医学博士 也是澳华中医协会的前任会长 那另外一个呢是这个 Raymond Mao 毛先生 他对这个中国茶道非常之有心得 而且呢 国学啊和这个书法都很好的 反正我们以后会举办不同类型的这个活动 好 谢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 谢谢 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呢就会同步录像 录像以后呢我们会上传到那个YouTube 大家呢就是说如果感兴趣 有一些环节感兴趣 你们可以下载 在家里面呢可以再看 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深刻一点 所以呢就请大家把那个手机呢都调到那个静音 好 那我们现在就讲座开始 那第一个环节呢就是讲这个中医的养生的基础理论 那我们就欢迎郭博士帮我们开讲 好 谢谢大家 今天呢也不是什么讲座了 去互相交流一下心得 因为呢这个我做这个专业呢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 所以呢就可以跟大家交流一下 那么我呢就是在广州中山医科大学呢读了六年的西医 后来呢又在广州中医学院呢学习了两年的中医 那还在两个大学里头担任教学研究和临床的工作 所以对这个尤其对消化类科研究的比较多 然后在美国做了一年的UCLA做了一年的博士后 然后三十年前呢就来到澳洲 来澳洲以后呢就一直从事中医的工作到今天 以前都是六天上班 现在就联系大了就改两天 就是对中医中药呢我是很感兴趣 确实比较有心得 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这么讨论一下 因为呢人的一生真是很快就可以度过 你像不知不觉我的差不多是七十五了 那么在人生的过程当中 每个人都希望身体能够健康 但是这是不太可能的 每个人在一生里头都会生这样的病 那样的病 甚至有些病是致命的 那么怎么做到能够养好身体 减少病痛 这个方面呢西医真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所以最近流传一个是 西医可以让你明明白白的死去 但是中医呢就让你糊糊涂涂的活着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中医中药真是数大更生 几千年以前就开始有中医药 那中国的从古代王朝王室里头的王公贵人 他们都有专门的中医帮他们调你饮食 而不是致病 就在你发生病前就用食物帮你调整好你的身体 那么直到今天我们的国家领导人都会有中医药膳保持他们的身体健康 所以很多都要九十几岁以上 那么在老百姓里头呢 当然也有这一些中医真救师 他们是通过祖传 以前是不可能有中医学院的嘛 都是祖传 言传 声教 那么一代一代的有民间的中医师和真救师 来维护中国民间百姓的身体健康 所以在很早以前我们就有一个很出名的李时珍 他呢就亲身尝试过各种的植物 或者也听说也有请别人来尝试这些植物 看他是对身体有好处呢 还是可以治病呢 还是可以养生呢 所以他写上一部巨著 叫做本草纲目 这个大家都可以听说过了 这个确实很有用 到今天为止 我们的中药要点还是以他为依据 你说几千年的以前的著作 我们现在都有引用 我们可以从一些实例来说吧 你想在欧洲曾经试过 几个世代的一个传染病 他们没办法控制 就是鼠疫 鼠疫它是通过动物传染到人体 它的感染传染率很高 治愈力很低 死很多人 上千上万的人死去 但是在中国我们从有历史以来 并没有发生过瘟疫能够超过十年 那么这些靠什么呢 全部靠中医药 你想想西医药是一年多年 一百多年前才传出中国 所以一百年以前的中国 全部都是用中医药 所以他不单止维护了人体的健康 治疗了疾病 而且帮助我们繁衍后代 所以才使中国成为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 现在呢 在中医药已经在全世界一百到两百国家里头都有应用 就说明他的实用的那个效果 那么今天所说的呢 就是不是说治病了 他有一个优点就是超越了西医药呢 就是他能够帮助人体恢复健康 就帮助你增康抵抗力 做到人体的阴阳平衡功能正常 所以在你发病之前能够调理好身体 那就比你治病的作用更大 我们现在就是简单的讲一下 还可以举个例子吧 就是2003年的时候 我们不是有一个疾病叫做沙士吗 也是一个病毒感染的疾病 开始的时候死亡率相当高 在香港第一例发病的时候 是我们中三医学院附属二院的同次 他就一家七口去到那个香港参加一个婚礼 婚礼以后突然发高烧咳嗽 然后就进了香港的医院 他一共七口人去了六个死亡 而且在香港的时候啊 也有这个流行爆发 甚至医护人员都有染上这个疾病 而且死亡 最认为这是就近浩苑啊 就是那个作为一个英雄这样 因公损职进了这个物源 但是在中国这么严也有就是发展 还在那个北京啊 上海啊 广州啊 地区那个沙士也流行的比较广 最后就是在中医药的参与之下 把这个疾病消灭了 广州中医学院得到这个中央的表扬 为什么呢 因为中医学院没有一个员工感染上这个疾病 另外进了医院 又加上中药治疗的病人没有一例死亡 在死亡率这么高 而且传染性这么强的情况下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加了中医药 而且全体教织员工都有喝中药的药水 很苦 但是可以防病 所以没有一个医护人员感染上这个疾病 这就说明中医药防病的功能是相当好 平时呢 我们可以就是利用中医药 还有就是普通的食物 就可以做到这个增强身体的抵抗力 做到阴阳平衡 血气充盈 所以就不容易得到疾病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们随便说中医药可以防病 但是不同人不同的体质 它所需要的食物和药物呢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里就参考了一些资料了 就把人体的体质大概就分成九种 大家都看到我们有个讲义 当然不是说因为我们现在不是一个专业的讲课 所以只能够用比较普通的通俗的一种方法来介绍这样的体质 比如说大家第一个就是平和体质 也就是可以说基本上是正常的人 那呢他的说话的声音比较宏亮啊 精神比较好啊 不容易疲倦啊 工作的效率比较高啊 记忆力好啊 可以集中精神啊 步态走起来也比较稳重有力 而且脸色呢一般上比较红润 啊 呃 唇色也是比较红润 这样的人呢可以说的身材也比较均正的 不是偏胖或者偏瘦呢 呃 这种呢还有一个就是根据他的舌相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舌相应该是淡红色的舌 薄白的胎一定要有胎 但是这个胎是要白色 而且比较薄的细腻的均匀分布在舌面上 这个呢是比较健康的一个舌相 这种可以说你吃什么都可以了 只要不入过于焯热啊 或者生冷的那个饮食方面呢 就比较全面的就可以 没有什么特殊 不过实际上呢 我就觉得这样的人其实不多 我最近是准备收集一些舌相 就是来帮助大家 能够知道自己是什么体质 我已经收集了上千的舌相图 我就没有能够找到一个可以真是理论上正常的 所以今天呢我这里有个图谱 是有一粒只能够说比较正常 都不可能达到完全正常 或者大家等一下有兴趣的话 隔着可以看看自己的舌头 或者我再来判断一下 几乎是找不到完全正常的 所以或多或少 你有这方面的身体的问题 或者那方面 只不过还没有达到你生病的程度 所以我们就需要调养 那么下面呢就是再讲讲那个体质方面了 我们最简单的是要中医的四诊八纲 我们主要是分辨一个人 他有没有那个是寒和是热 是虚或者是实 那么在虚症方面呢就是那个大家都明确了 就是虚你说你身体很虚 虚什么呢 一般来说气虚 血虚或者阳虚阴虚 这些是他们的体质并不说他们是犯病 他们没有就是临床检查什么都正常 超声波啊CT啊 或者是咽血啊 什么报告他是正常的 但是他的体质可以不一样 可以有气虚 气虚比阳虚那肯定是比较 比较好一些了 阳虚到阳虚是差一些了 还有就是阴虚和阳虚 那也是比较严重一些的 另外四个体质呢 我就可以说是实症 就不是虚症 这是相对而言 就是说他的身体里头 身体体质是不差 甚至是有余 一个呢就是谈湿 多谈有热有湿 还有呢就是有湿又有热 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 气虚 气虚呢也是属于实症 一般这个是跟这个 精神状态有些关系的 从西医的角度来看 精神上的问题 是属于心理科的疾病 身体上的问题 是属于就是西医的范畴 它是分开的 但是从中医呢 心理上的疾病 和身体的疾病是一致的 所以气虞主要是肝虞 是跟肝脏有关系 肝脏如果是不能心平气和的 有肝虞呢就人就容易发脾气啊 或者是很忧郁啊 就精神不太好的 最后一个呢就是血雨 血雨这个问题呢 如果你不说是不知道 实际上很多人都有血雨这个问题 这个血雨呢 可以很多的疾病引起 比如心血管疾病啊 还有就是缺乏运动啊 或者是年纪大啦 比较虚寒啊 都可以引起血雨 这个是相当一部分人有这种情况 那么这个也是可以引起很多 一些严重的疾病 心血管的疾病啊 老的疾病啊 还有就是肾脏 可以影响肾脏 因为血呢 是全身流动的 如果血的循环 血液循环不好的话 每个脏腑的功能 都会受到影响 那么这个我们今天给的一些 那个材料里头呢 已经比较清楚和通俗的 说明这几种体质的不同 你可以看一看对号入座 但是实际上呢 很多它是重复的 就是说有气阴两驱 也会有气字学语 也可能有寒热夹杂 或者是虚实并存 这一个人体是很复杂 我们呢只是把它简单化的 分为这八种不同的类型 就是相对于正常人而言 也相对于你生病之前 你是属于什么体质 你然后应该选用什么样的食物 或者药物 帮助你改善 帮助你调节 和达到阴阳平衡 身体呢 才能够更加的健康长寿 那么我们再讲讲 今天最近大家也知道这个免疫的 就是那个长春 长生制药厂生产的那些免疫疫苗 大家都听说了吧 我也看了很多这个资料 本来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因为已经有25万支的疫苗 流传到民间去了 但是好像还没有发生 什么生病啊 致命的这种情况 但是这个呢 这不要小看 为什么这是疫苗的作杂 作杂疫苗对人体的那个影响 就是因为疫苗来说 疫苗呢 其实是有两种 一种呢是自动免疫 一种是被动免疫 被动免疫就像破伤风 以及那个狂犬疫苗 这些呢 它是把这些病毒打入细菌 打入动物体内 让它产生抗体 然后呢 把它抽出来 再打在患病的人 或者小孩的身上 让它有这个免疫功能 因为你知道狂犬病毒 可以引起狂犬病 百分之百死亡 没有一个可以存活 那么我们在乡下 现在城市都很多养狗 我记得到农村当医生的时候 前面肯定有个人帮你赶狗的 因为难免你会被狗咬到 这些狗 平常的狗他不一定咬人 就是得了狂犬病的狗 他肯定要养人 他咬了你以后 他是通过唾液传给你 传给你以后 你就会得狂犬病 但是他是14天以后才发病 所以你得了被狂犬病咬过以后 马上要打狂犬疫苗 如果打了14天的疫苗 你就不会发病 如果这些狂犬病毒是没效的 那你就一定得病 而且一定会死 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死 只是听说这些疫苗现在还没有 就是应用到人体身上 所以这是现在是没有报到 有死亡的病例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给小孩注射的 白日克白猴和破伤风 的这个疫苗呢 破伤风疫苗是被动免疫 是从动物体内抽出以后 打到小孩的身体里头 就可以预防破伤风 因为你小孩子不知道了 哪里碰伤了或者什么 只要那身口比较深 就有可能得到破伤风 这个破伤风死亡率也是相当的高 而且死亡是非常的痛苦 因为他有个脚功仿张 全身抽筋而亡 所以如果这些疫苗是无效的话 小孩有了伤口的时候发病 他就好不了了 只有白猴和白日克 他是用一些减度的疫苗 给你注射进体内 然后让你的体内产生抗体 那么他本身是病毒 是病菌 只不过是减去了他的毒性 然后打到你身体 让你身体产生抗体 来对抗这些疾病 那对这个幼儿是很重要的 目前来说 幸亏没有这些传染病的流传 如果这个病有流传的话 他们注射的疫苗是无效的话 那么他的发病率就很高 流传得很快 而且都可以致命 可以致残 尤其那个小儿马匹症那些 如果疫苗有问题 那可以导致残肺 今天来说 我们已经基本上消灭这个病 所以这样的发病率是不高 但是万一他这个免疫力没有的话 他发病率就很高 为什么我今天说这个疫苗的问题呢 其实我们的祖先非常聪明 在很久以前就知道 如果你人体身体是健康的 我们说就是叫做正气内存 节不可干 气血充盈 百病不生 阴贫阳密 精神乃至 他全部都说明 如果我们的身体有抵抗力 所以就很多疾病都不会流传 所以很早以前就强调了 就是要离好脾胃 要补气 补血 然后你身体健康了 才能够抵抗疾病 就算病了 也可以很快的恢复 你比如说 我就记得在广州中医学院 特别强调中央就给个任务要研究脾胃学说 上海中医学院就研究肾病学说 那么我们脾胃学说 其实就是提高身体的免疫功能 因为身体的免疫功能呢 这是很重要的 你气血都充盈 身体就可以健康 就不容易发生这些疾病 那么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用中药和药材 因为中医是来源于生活 也回归到生活 实际上我们的所有的食物 都是有四气五味 就是说 有温 有热 有寒 有凉 它的五味呢 就是辛 酸 苦 甜 咸 它都有一定的作用 所以我们 要保持身体的健康 不一定都是要用中药 就是我们的食材 能够运用到 适合我们身体 都可以起到保护的作用 都可以起到保健的功能 其他的 大家可以看下面呢 下面我们还会介绍 几种补益的汤水 或者我简单的讲 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 第三部分的时候可以提问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环节呢 就是请这个毛先生 跟我们讲一下这个白茶 他第一道茶是白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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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大家喝到的是一款白茶 白茶有些人就比较清楚 有些人就还没有听过 中国茶按照不同的工序 它分为六大类 六个基本茶类 还有青茶青茶就是乌龙茶 然后还有红茶还有黑茶 这个是六大基本茶类 然后其实还有两个 一个是在加工茶 还有一个我们说是非茶之茶 就是基本上我们分八类 那白茶是一类 大家可能对这个红茶绿茶不是很清楚 其实我因为我这里主要是做西人的生意 所以我跟西人解释就是说 茶和药 herbal是完全不一样的 最大的不同就是茶叶 所有的茶叶 不管是红茶绿茶白茶 它都是一种茶树 英文是chamelea sinensis 就是三茶树 但是两种不同的药 采的就是herbal 它是两种不同的植物 这个是最大的不同 就比如说peppermint 它是薄荷叶 然后lemon grass 香茅 这是两种不同的植物 但是所有我们中国茶 几千种上万种 它都是一种植物出来的 所以中国茶是按照不同的工序 给它分类 那绿茶呢 就是大家可能知道就是说 没有发酵 或者是没有氧化 就是拿上来 摘了以后马上 就是高温的杀青 所谓杀青就是用高温 让这个叶子停止 霉变 不是发霉的霉 是那个软化霉的霉 一个柚子 一个美 就是停止霉变 所以每一个茶它的工序 就是看怎么样让它停止霉变 让它保留哪一部分 在它的这个茶叶里 那白茶呢就是中国茶里面工序最简单 也不能说最简单 就是工序最小 步骤最少的一种 就是它只是尾雕 所有尾雕就是叶子摘下来就放在那 所以白茶就是工序最简单 它这个要求这个叶子摘下来就放在那 然后是干燥 这就完了 所以我们看到白茶那个叶子 就是跟原来差不多 没有不是像绿茶 其他茶都有很多种不同的形状 所以白茶就是工序最简单 但越简单的工序呢 它这个要求这个做茶的师傅就越高 那比如说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做茶有没有了解 做茶呢它是茶农采了茶以后 是要送到茶厂里面去 那有一些离茶厂是五公里 有一些离茶厂是三公里 有一些就在茶厂旁边 那这个它等它送过来 每一个叶子它的变化 都是不一样的 有一些湿水少了 有一些湿水多 那有经验的做茶的师傅呢 就会根据它这个湿水的不同 进行先要分开 等到它这个湿水的程度接近了 才一起走下一个程序 烘干 最早以前是晒干 但是现在这个科技 反正它们也有两个门派 就是也有坚持晒干的 也有就烘干 但是什么时候烘干 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它这个茶厌 湿水到百分之多少 然后它走到下一个步骤 用多少的温度 烘多长的时间 这个就是做茶师傅的功夫 在这里 那这个白茶 刚才我们喝的是一款 叫做金牡丹 金牡丹和平时 如果有人喝过白茶呢 一般是白牡丹 可能大家听的稍微多一点 那白牡丹是 就是我们说一般是春茶 但是这个金牡丹它是秋茶 所以还有不一样 所以这个秋茶它是 经过了夏天 所以它这个没有像 春茶白茶那么寒 所以就是每一个茶 它也有它自己的茶性 就像刚才郭博士说的 这个中国的文化 都是跟这个阴阳平衡 是挂钩的 是怎么样根据不同的茶 自己不同的体质 四季不同 来选择不同的茶 这个也是比较讲究的 不是说绿茶就一定健康 或者普洱就一定比绿茶好 但每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选茶 我在这里做了十几年 大部分是老外来 都是为了健康 他们知道茶非常健康 每个人跑到我这里 都买绿茶买绿茶 那因为这个市场 这个宣传就说绿茶是最健康的 但是有的时候 绿茶会把人喝坏 如果选的不对 或者喝的时间不好 不适当的话 反而会有害健康 所以不是说绿茶就一定 对每个人都好 但是白茶 我们这款白茶 因为是秋天的白茶呢 它性质比较温和 就不像平时的那个白牡丹 稍微寒一点 所以我今天第一道茶 选了金牡丹 不知道大家 这个以前有没有接触过 那先喝一下 以后一会第三段的时候 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互相探讨 谢谢 那我们现在就休息五分钟 然后我们再开始第二段 大家休息一下